大家好!又到了白貓情報時間啦! 一年一度的去死去死節又要來臨啦! 2020情人節活動又要出現囉! 比起隔壁棚、白網的五等份 白貓本家這邊則是派出了3位強力女角壓陣 就讓我們期待這3名女角陪我們度過的情人節吧! 沒意外也是明天下午正式開抽喔! 這邊當然也會出手 首先在角色介紹之前 先前壓過一次無屬性的強度 在大部分玩家有怨言之後 現在也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 各屬性的角色都會有各自獨立的特性 無屬性有一次HP5%的死回 火屬性感電無效 暗屬性封印無效 水屬燃燒無效 光屬混亂與黑暗無效 雷屬性則是凍結無效 同一個時間也會全面調整技巧的補正屬性傷害 有複數屬性的傷害上升也會直接疊加 無屬性傷害也是會有上升 等實際改動完大家感受一下吧! 接下來的重點果然是3個重點角色介紹 就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位是我們的提娜啦 來義少女提娜 相信大家應該不陌生 這次作為揮劍登場 配音是鼎鼎大名的丁宮李慧 有名作品非常之多 我本人也是丁宮病的患者之一 個人非常希望白貓的提娜能夠更傲娇一點 配過人氣角色有偶像大師的水賴一隻 靈芝、屎魔的路易斯、胡羽龍的王阪大兒等等超多人氣角色 角色的技巧部分 S1是丟出巨大寶石的移動式攻擊 同時帶上火、水、雷三鼠攻擊 另外會有防禦場可承受攻擊 立場防禦耐久值與最大血量有關 S2的部分可吸血的三鼠衝擊波攻擊 等招式發出後可以滑動閃躲 看起來是蠻有魄力的攻擊 犯王就閃搭上這次的疊加屬性強化 應該會強 角色特色部分可以切換三個屬性的攻擊狀態 如果剛好是敵方的弱點屬性 則會進入元素充能狀態 會增加技巧的傷害30秒左右 第二位是我們的花園調查者 莉尼亞紅蓮組的代表登場 這次則是以水屬性的拳法加職業登場 配音員佐蒼玲英有名的配音角色也不少 像是果青的一色玉玉波 鬼練的小野士春 果英的利日玉茶子 都是相當著名的角色呢 技巧部分 S1是可吸血的範圍水屬性攻擊 使用此技巧時會附帶防禦或是攻擊上升隨機效果 盾牌也有攻擊效果 S2部分 範圍的多段式攻擊 並同時解除對方回血被物理攻擊輕減的效果 同時叫出3顆可幫打的子機 此技一樣可以隨時解除 閃躲攻擊 角色特色部分 就是可以靠S1切換硬殼或是神風模式 看要龜還是要衝 靠S1來切換前進吧 第三位是我們不聰明的賢者法納 如果說是有顏色 那一定是藍色的 賢者法納這次是雷屬性的劍士 代表不聚合勇者系列登場 黑音源 攻本右牙 最有名的角色無疑的一定是 SSGrideman的寶多六花 技巧部分 S1是帶Cut in的範圍攻擊 同時有上升雷屬攻擊力 以及增加爆氣氣條的效果 且在爆氣中還是可以繼續集氣條喔 放在隊友的話 輔助技能是雷屬攻擊上升 應該還有別的BUFF 那就等實際上使用時來檢查一下囉 S2是前方範圍感電攻擊加上我方補血 一樣可以靠滑斷招 感覺上出招的有點慢 該萌該萌的輔助招式 角色特色是可以延長爆發狀態的時間 在此狀態下也會強化技巧與傷害 加上S1可以集爆發氣條 所以盡量靠爆發吃飯吧 故事部分該死的情人節又來啦 被凱特拉一行人拜託 來到情愛之島調查的三位女主角 在這島上遇到的 卻是一群肌肉發達的女戰士們 這次有佩布一把徽劍 解完任務就可以拿到 如果要練滿此把佩布的徽劍 則是要把惡夢難度給清完才行 因為武器技是送巧克力的演出 大家一定要拿一下 然後這次的任務是做巧克力 收集回憶的符文最後獎賞會是什麼 到時候也請期待 也會有BOSS討伐戰的事件 看在時間內能打倒多少BOSS 努力的刷紀錄吧 當然老梗的東西都會有第一 視頻、稱號、建築、石板、貼圖 大家有空也請打好打滿吧 然後武器的技能上限解放到LV3 開放可以鎖兩個技能 專心使用你要的那個就可以了 不過要花費錘子去鎖 也會追加新的技能 不過這樣又重新開始洗武器地獄了 這次的情人姐也想要妹子陪你過 這邊也有一批石頭很便宜唷 抽不到的非洲人們也到這裡尋找你的救贖吧 後面就是一些工傷訊息啦 不過估計我也買不到 總之希望大家明天情人節都可以抽到 心儀的妹子陪你過 也可以努力的做巧克力 讓喜愛的角色來送給你喔 讓我們過一個充滿白貓的情人節吧 掰掰